大家好,我是大雄,时间过得好快,俄乌战争一会儿就已经过去了520天 我们先来看一下俄乌双方国内发生的一些情况 先看俄罗斯,俄罗斯有一个让人觉得很是诡异的情况 7月27日,在非洲跟俄罗斯双方的峰会上 普京承诺说,要向非洲六国免费供应2.5万吨至5万吨的粮食 这话一说出来,非洲六国代表立刻非常的欣喜 但且慢,俄罗斯是有条件的 条件就是要求这些国家以后从俄罗斯购买粮食并以市场价格支付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俄罗斯想通过出口粮食来换取外汇 然后购买武器支撑战争 之所以先免费提供一部分 实际上就相当于给非洲先送一个大礼 然后让他们有了好处之后再买俄罗斯的粮食 俄罗斯的想法很好 非洲国家会不会按他说的做呢?恐怕不会 因为俄罗斯就相当于把非洲国家给套住了 之前非洲国家都是买的乌坎粮食 价格比较低 如果用市场价格购买俄罗斯的粮食的话 那么价格就会升上去 通讯社新闻替非洲的粮食进口国算了一笔账 这些国家在获得价值约750万美元的免费粮食后 到年底将不得不多支付1500万到1.15亿美元不等 做生意有一个竞争的损招啊 就是先降价 或者是先给顾客好处 等把竞争对手给击垮了 然后再大幅升价 这样顾客就只有一个商家 他没得选只能被宰 俄罗斯或许就是打的这个算盘 都以为普京是一个政治家 没有想到啊 做生意还有这么一套 我想非洲国家不会上他的当 果然 看出了门道的津巴布韦总统 姆南加古瓦第一时间就拒绝普京的好意 趁该国不需要额外的供应 或许他们意识到 从俄罗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馅饼啊 而是陷阱 这个陷阱绝不能往里面跳 进去就出不来了 非洲联盟主席阿扎利 阿苏玛尼也看出里面道道 他要求克里米林公 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粮食运送 到这些国家提供便利 他的意思是说 在黑海运粮协议实行阶段 非洲国家一直很好 不应该终止黑海运粮协议 应该让乌克兰的粮食运出来 这才是正道 估计普京的心呢 挖凉挖凉的 还是早点重启黑海运粮协议吧 如果再不重启的话 俄罗斯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目前土耳其啊 已经做出了行动 土耳其海峡禁止俄罗斯船只通行 相当于已经封锁了俄罗斯 进出黑海的通道 俄罗斯想着终止黑海运粮协议 通过这样的方式 跟相关国家掰手腕 到最后他会输得很惨 除了外交方面碰了一鼻子灰之外 俄罗斯军队在正面战场 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尤其是南部战线 乌军在加布罗尔战场 开始了狂飙突击啊 正不断打出新高潮 原因很可能是经过 长达一个多月的试探 乌军已经发现 俄军在防御阵线方面的弱点 这就像要决堤而出的水一样 虽然河堤在水面前呢 一直挺立着 但水的浪不断的在挤压河堤 一旦河堤某一个部位 承受不住压力之后 水就会从这个部位流出来 然后更多的水从这个缺口喷涌而出 河堤就会被冲滑 据最新的战况 罗伯蒂宁方向过去48小时 乌军发动了较大规模的装甲突击 向定居点的东北 也就是威尔伯夫快速推进 7月26日仅一天时间 乌军就解放了1.89平方公里的领土 7月27日 乌军又解放了3.28平方公里的领土 两天总共解放了5.17平方公里 超过了过去三个星期的总和 这也太厉害了啊 怪不得泽连斯基说排除了地雷阵 乌军的进攻就会加快 看来还真的是这样 就像一辆车一样 乌军原来是一党 现在是三党 甚至有可能是四党 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 已经进入了维尔伯夫村地区 俄罗斯的第一道主舰 也就是苏诺维金防线 对乌军此轮大张旗鼓的进攻啊 俄罗斯国防部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但多家俄媒援引前线军事指挥官的说法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进攻失败 战地记者奥列克桑德克茨在他的电报频道上介绍称 26日早上 在罗伯纪涅附近 敌人试图用大量的装备突破我们的防御 包括坦克和步兵战车 但与6月一样 对乌克兰武装部队来说 这次反攻的尝试结局很糟糕 在进攻期间 乌克兰武装部队损失至少20辆装甲车 其中一半是坦克 他说我们的人不只是坚守住了阵地 他们还给敌人带来了痛苦的失败 基辅将最好的预备队投入了战斗 额观点报27日报道称 乌克兰已经开始了新一阶段的反攻 数千名作为预备队的乌克兰军人 在此之前在西方接受训练 现在被投入战斗 美方认为评估攻击是否会成功 可能只需要几天时间 如果成功 新的行动将持续一到三周 对此 俄专家认为 武军将最好的预备队投入战斗 其司令部希望在今年秋天之前 取得战术成功 这在西方可以作为一项重大成就提出 从而获得他们所需新的武器供应 包括远程系统和F16飞机 报道称 军事专家康斯坦丁·西夫哥夫认为 在乌克兰武装部队进攻的第一阶段 敌人挑衅俄罗斯武装部队 更积极地使用炮弹 从而试图消耗俄罗斯军方的弹药 他说 但这一切都是通过巨大的牺牲进行的 并没有给乌军带来任何的战术或战略优势 俄军仍然掌握着能够成功防御的所有要素 特别是制空权和火力优势 从军事角度来看 敌人没有能够压制这些资源 当然乌克兰司令部预计 他们迟早能够显著突破我们的防御 但所有这些都是幻想 西夫科夫认为 忠心祝愿乌军能够不断的突击猛进 越往前进 俄军的反击就越猛 乌军也就不可避免的再次迎接急风暴雨 但恰恰是因为有风雨才会有彩虹 有残酷的战争才会有长期的和平 俄乌双方只有通过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斗争 最终决出胜负 才能还乌克兰人以真正的安宁和平和幸福 大雄想大声疾呼 既然风雨要来无法避免 那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乌克兰通过这次战争 暴风雨的洗礼 一定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诞生出一个崭新光明自由的乌克兰 通过这场战争乌克兰必将扫除俄罗斯带来的阴霾 以自己的辉煌的光艳普照大地 迅速的荡敌俄罗斯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治好战争的创伤 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乌克兰 荣耀归于乌克兰 身处社会的底层 每天都在生活漩涡中努力挣扎 但似乎每天付出很多 但收获却很少 因为工资微薄只能靠写文章 获得一点收入来补贴家用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 愿每天我们都能够相伴相守 乌克兰不胜我们不散 好了 大雄今天就说到这里 好 好 好